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棺材老让我们做的事情被发现了就糟糕了 这 当时项文的脑袋都掉下来了 我也是被吓的 谁想到项文又活过来了 我哪知道棺材老会有那么大本事 不管怎么样 只要项文回来就好 哦 刘老汉 你不疯啊 嗯 果然在这里 这就是你们家大儿子的棺材吧 案子都结了 你还想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救人啊 走开 这里没有人需要你救 你要想动小我的尸体 就先杀了我吧 如你所愿 如果你阻止我 我就杀了你 幸好 还有情 你们可真够狠啊 居然找了个小女孩陪你家儿子下葬 直接用活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 棺材被打开了 啊 被发现了 你们确实敢害怕 拐埋妇女 加上谋杀 这可是重罪 棺材老说了 绝不能打开棺材啊 当炸弹 刚刚你怎么不去拦着他 这事后怪我了 刚刚倒在棺材前的不是你吗 糟了 小文不见了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是我 我的老婆也没了 小五 是你吗 小五 我只看你了 小五 我是你妈妈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别犯傻 这东西已经不是你儿子了 她会杀了我们所有人 快告诉我 你都做了些什么 或许我们还能找到 脱困的方法 就像你们的小儿子 是 是棺材老 成功新开的棺材部子的老板 都是他让我们干的 小五死后 晚上开始出现了怪事 第二天 家里养的鸡犬死了 向文的床前 出现了血脚印 我们还不害怕 就向棺材老求助 是 是他给出的主意呀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求你救救向文吧 消失了 小五他消失了 哼 牛老汉 你真以为那是小五 没想到只是稍微吓下你 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好了 戏演完了 可以出来了 刚刚你的演技不错 队长 过奖了过奖了 还是您的法术厉害 把我的向文还给我 我又没打算抢你儿子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我会有人伤害你 向文怎么不见了 官爷 名副知错了 请把我的小儿子变回来吧 很遗憾 你的小儿子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从一开始 你看到的只是那个怪物使用的幻术 他现在解开了幻术 只是想趁机逃跑 告诉我 你的制造者在哪里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官鬼 希望要收集人心的欲望与恐惧 所创造出的罪 还是不肯说嘛 那你就没用了 官爷 您为向文报仇了 我全想起来了 向文就是被这棺材怪兽吃掉的 您为向文报仇了 这钱呢 是我们一点心意 请您收下 官爷 说不定小五也是被他们害死的 这个痴人怪物是棺材老卖给我们的 都是他害的 您赶紧把他抓起来呀 嗯 我知道 罗晨 把流年夫妇抓起来 大夫去问罪 是 队长 官爷 您在说什么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都是被棺材老给骗了 受害者 你们好意思说自己是受害者 买卖人口 把活生生的小女孩当作忌品 还试图贿赂官差逃避罪责 我不抓你们抓谁 这 我们也是太害怕了呀 我们的两个孩子也都被害死了 官爷 求求您 饶了我们吧 罗晨 你把流年夫妇带走 关押审问 这个昏迷的女孩也先带回去 等她醒了 再帮她找到家人 做得到吗 队长 您不和我一起去吗 除了这种怪异的事情 恐怕得汇报给修仙者大人 你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你小命一样 你能拥挤和凡人无异 不 不 让我一别 啊 啊 啊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关不了的人 竟我能够崇拜五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蹲步机会 第五次亮了 身为魔术亲子 纵然地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秦玄宗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天 李清禾 秦家血巢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 秦玄宗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骂剑孙成为废人 怎么会 他 大师兄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与无国投 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有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有人都 有国投 我们出去掉了 外面是有关的 countries 入主 祝福 中文ICE